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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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肖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昨天台北股市大跌300多點 那你看今天的盤是你會發現到 今天的盤雖然留下引線了 不過目前這一整個禮拜以來的盤 到現在為止 好像還不是很穩定嘛對不對 那正好下個禮拜 又遇到中秋的連假 那每次到連假之前 我們都會發現那個盤勢 大上都還是偏量縮了 量縮你指數空間就不大 那個股的空間 有的時候可能就是輪來輪去 可能空間也不是很大 那尤其又來到一個重要的節氣 叫中秋節 那每次來到那個什麼重要的節氣 什麼清明什麼端午 要不然中秋 大家都會說會不會變盤 會不會變盤 會不會變盤 那各位 通常這個狀況 其實我在這個市場差不多快30年 其實我在30年前的時候 我對這東西也不是很懂 奇怪怎麼搞的 每次到清明就說清明要變盤 端午就說端午要變盤 中秋呢中秋就要變盤 那時候正好在30年前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老前輩了 我正好就問他這個問題 老說這個前輩如果說還在的話 應該都90幾歲了 他跟我說這句話完整的意思就是說 漲端午 跌中秋 跌端午 漲中秋 他的意思說不是說你端午節漲 你中秋節就一定會跌 或者說端午節跌 你中秋節就一定會漲 他說因為這是兩個 上半年跟下半年一個中藥的節日 那你上半年如果說指數都在漲 你下半年跌的機率就比較大 你上半年如果說都是在跌 你下半年漲的機率就比較大 他說節氣變盤的意思是在這裡 那當然今年股市你就會發現到 今年上半年都是跌的 對不對 到中秋節呢 中秋節之後會不會變盤 有沒有機會再往上 好 那各位下個禮拜是關鍵 什麼叫下個禮拜是關鍵 我今天測標就寫了 下週是多空關鍵 因為這個關鍵啊 不是說台股的問題 因為台股因為你中秋節嘛 中秋節之前你可能會亮說嘛 但是呢下個禮拜的關鍵 應該是在美股 為什麼 已經連跌好幾天了 這禮拜你美股都在跌 你下禮拜美股再跌的話 就不太對勁了 那個盤勢可能就會偏弱勢整理 好一段時間了 那到底美股下個禮拜 有沒有機會反彈嗎 這是關鍵啊 如果說下個禮拜 美股它有機會出現反彈 然後把它佔回到均線的話 這就是我這兩天我跟他講的 以攻擊時間點來看 就會落到9月中旬之後啦 中旬之後這個地方就有機會走攻擊 OK好那到底有沒有機會 美股下禮拜有沒有機會漲 好我們就直接來講盤了 因為我們的盤勢的分析 跟其他老師比較不一樣 你像昨天台北股是跌300多點了 大部分時尚上所有老師的講法就是 把漲的股票都唸一遍 就跟你講我都有 前面跌4000多點 這些老師的講法幾乎都一樣 如果你認為那個東西是會賺錢的 我想跌4000多點不會有人融資斷頭了 不是嗎是不是 所以呢有些那種固定的講法 每天漲的他都有的 我是建議你啦 你就稍微思考一下嘛 你已經參加那麼多老師了 每個老師都是這樣子講啊 能不能對你有幫助 OK好那講盤了啦 因為我說過 我們會從國際金融的角度邏輯去推演 股市長的都有理論依據啦 我希望給各位的是一個國際觀 那當然啊 這個盤到底有沒有機會 中秋節之後呢 有沒有機會往上走攻擊 下禮拜是關鍵啊 而且美股是關鍵啊 那你會發現到啊 美股到昨天的時候呢 道瓊稍微有稍微止穩一點點啊 是上漲的嘛 高科技股的跌幅也沒有那麼重了嘛 慢慢留下眼線嘛對不對 那當然啦廢半 因為本身呢 美國進行進行變到中國嘛 所以呢 揮塔跟微軟大跌嘛 所以它比較弱一點 但是呢 美國股市有沒有機會 下個禮拜出現反彈又回到季線 然後呢 甚至於呢 高科技股離季線也不遠啊 這關係到整個中秋節過後 中下旬的走勢啦 我們來看喔 美股昨天為什麼稍微 已經開始慢慢有些指紋 各位我們來看喔 昨天美國公佈啊 昨天美國公佈啊 ISM的製造業的指數啦 結果出來的數字呢 還算是穩定啊 還算穩定啊 那以ISM的製造業指數來看 其實它告訴我們什麼 通膨的壓力啊 它有進一步的減緩 有沒有 那各位應該仔細看喔 之前公佈的不管是7月的CPI 或者是7月的PPI 或者是之前公佈的PCE指數 7月的PCE指數 都讓我們看到什麼 通膨慢慢有一些放緩的一個跡象 但問題是美股它為什麼漲不上去呢 原因在這裡啦 因為聯準會的官員啊暗示啊 就到年底之前啊 還要再升六嘛 欸這什麼意思 這就是我昨天跟各位講的啦 因為最近啊 聯準會有一些官員出來玩音的啦 反正 音派的人蠻多的啦 那大家這樣的講法 其實都差不了多少 都是說 明年要降席目前都看不到啦 那我們也沒有認為說 你明年要降席啦 你明年不升席就很好了嘛 對不對 那問題是 今年年底之前啊 現在還有三次的會議嘛 啊到底你要升級嗎的問題 好 那昨天 有一位 前一天啊 前一天就有這個消息了 我昨天就跟他講 聯準會有一個官員嘛 他就說 利率要升到 4%以上 這什麼意思 因為前面有一些官員 像那些玩音的 玩音的那些聯準會官員 好像越來越陰了 每一個一個比一個音啊 因為之前呢 有聯準會的官員就講啦 現在大帳在2.5嘛 利率在2.5嘛 要升到3.75 那現在有人就說要升到4啊 有沒有 好那你會發現啦 我就說 好啦 到年底不管你是3.75還是4好了啦 3.75是5碼嘛 到4呢是6碼嘛 對不對 好那各位 這東西我這幾天我跟大家分析過啊 9月21號升息嘛 11月2號升息 12月14號升息嘛 這個地方要選舉嘛 你不可能說啊這個地方我再來升3碼 對不對 好不管你5碼還是你6碼 我們就當這裡升3碼 好不好 他就是升3碼 好你5碼就1碼1碼嘛 那你6碼呢 這裡升3碼嘛 還有2碼跟1碼 我認為搞不好這裡都還不一定會升2碼 搞不好這裡1碼 後面再看看 是不是 好那你9月21號 目前預計來看 升3碼的機率它就很高啊 所以都會造成什麼 你看齁 這些10年急功在殖利率啊 最近都一直漲 前高在3.5啦 昨天在漲的時候已經來到3.25嘛 那為什麼跌不下去 因為一些官員都在玩音的 好 當你10年急功在殖利率跌不下去的時候 這就是我之前有跟各位講過 因為你10年急功在殖利率呢 當你是 你看齁之前這個地方創新高嘛 啊這個地方又創新高嘛 這個創新高的時候呢 都是美國股市大跌的時候了 那結果呢 五月升3碼嘛 然後呢 沒有人家說 六月升3碼嘛 你七月之前七月也升3碼嘛 那時候我們就認為說 它應該是最後一次啊 結果呢 10年急功在殖利率 就上不去了嘛 就跌下來 那現在是預期說 還要升3碼 還要升3碼 可是我有跟他講啊 好啦你再升3碼 你也是今年最後一次了 所以呢 你10年急功在殖利率 雖然跌不下去 但是我也不認為說 你創新 你走高之後 還會繼續創新高啊 因為後面沒有再三碼 是不是 好所以呢 目前美股它會讓你看到比較偏弱 是因為10年急功在殖利率偏強嗎 可是重點是 你通膨有這麼嚴重嗎 難道說都沒有減緩嗎 好各位 重點在哪裡 我們來看 這個東西 我們之前在節目裡面 我們也跟大家分析過 我說重點放哪裡 放油價 你會發現喔 為什麼7月份啊 不管CPIP PPIP PCE 或者是什麼什麼 ISASM的物價指數 都讓你看到通膨減緩 因為油價之前在EU 7月均價在107啊 所以我那時候跟他講啊 我說為什麼那時候 我說8月份美股應該會沖一段 那你台股沖不上來 是因為我們有一些政治面的因素嗎 對不對 那美股會沖一段 是因為你通膨會減緩 因為你油價下來 是吧 好那你再仔細看 到昨天為止喔 昨天的油價再跌了 跌到92塊3啊 你看他是不是再跌 前低915了 快破了 不過 昨天的油價跌是9月1號 我們就先不管它 因為9月還很長 那是關於10月出去公佈 9月份的CPI 但問題是你下個禮拜 你要公佈的是什麼 8月份的CPI啊 好所以咧 我們再來看 8月份的油價 我昨天跟他說啊 5月均價在EU 7月均價在107 那我問你嘛 你8月的均價在97塊多嘛 這個地方跌8塊 大概8塊的距離 CPI下來 那這裡呢 差不多10塊的距離 所以我預計啊 你CPI指數還是要繼續下來啊 還是會 會讓你看到通膨減緩喔 好 那重點來了 你9月2日升星 我們說他升三馬嘛 我問你 你連準會一些鷹派的官員 你每天在玩鷹的 說跌一次 你不認為說他通膨會減緩 好啦他繼續再跌了 對啊繼續再跌了 好我想這對美國股市 應該說在美國這個環境裡面 他們一定會開始討論 你有必要升三馬嗎 你到年底有機會升到六馬嗎 這五馬已經很多了嘛 應該會開始討論 當你這個一去討論的話 我跟你講你那個公債殖利率 他就不會再走高了啦 最起碼他會開始走震盪 所以我說 為什麼下個禮拜是多空關鍵 因為你這是有利於 你整個美股出現反彈啊 所以咧 如果美股呢 下個禮拜出現反彈 談到季線以上 這個也都能夠談到季線以上 那我還是要跟各位講 攻擊時間點在9月中旬之後 OK好 那當你問我說 老師沒股沒談啊 沒股沒談就麻煩了 為什麼 你都已經跌一個禮拜 你下個禮拜再繼續頂 我跟你講 如果說這下個禮拜再繼續頂 你慢慢又回到前低的位置去了 我不認為說他會 會讓你看到什麼 再創破端低點不太可能 因為你十年級公債殖利率 這次就在升三嘛 你也不可能一路再走高啦 但問題是當你回到前低 你又在那邊跟你震盪的時候呢 你台北股市後面的震盪期 就會拉長了 所以呢 下個禮拜蠻關鍵的 那這個東西 我們都要慢慢拭目以待了 因為我認為 因為你的通膨 下個禮拜會公佈CPI PPI指數 那還是有機會減緩啊 那就有利於股市反彈啊 那當然我們中秋節 這段期間可能亮縮嘛 那只要美股沒有跌的話 中秋節過後我認為 這個牌還是有機會走攻擊 所以這個牌 你不要太過於悲觀了 那當然 最近這種牌是 你會說 老師我現在到底該怎麼做 各位我們先來看 其實這個禮拜啊 波動最大是什麼 應該指數嘛 一下大漲 一下沒有大漲 一下又大跌 一下又大跌 又稍微談一下 指數的部分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啦 禮拜一的時候 台北股是跳空開低嘛 開低的時候呢 禮拜一喔 我們那時候在低點的時候呢 有進場去買多單 14775嘛 有沒有 好這就一定買得到啦 因為當天都 最低來到14762啦 然後呢 談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市價獲利出清了 所以禮拜一的時候呢 我們就賺了120點 OK好 你再仔細看喔 昨天的時候呢 同樣的打下來的時候呢 我們在14720上下5點買進多單嘛 這都穿價啦 都成交啦 結果呢 拉高的時候呢 我們就開始獲利調節嘛 所以呢 這個賺70點 好昨天我們有做兩筆喔 這第一筆喔 第二筆我們幾乎在 後半場的時候做了 11點51分 我敬會員在14685上下5點買進多單 有到14685嘛 我都讓你看到什麼 時間跟我們的價位 我們做得到 我才能出來跟你說 沒有做到我不會講 好不好 會員怎麼做我就怎麼說啦 所以呢 當你買到之後呢 你再仔細看喔 12點04分嘛 14753上下5點 我們就獲利調節嘛 755啦 755到753 做得到嘛 好你就會發現喔 昨天我們做兩筆 這兩筆當快140點 我算130好了 好不好 130點 然後呢 禮拜一的時候呢 我們又有一筆120點嘛 所以呢 你這120點 再加上這130點 總共多少 這樣總共多少 總共多少 250嘛 對不對 好那仔細看齁 今天台北股市又跌下來啊 跌下來怎麼做 10點27分的時候 建議會員14635上下5點 買進多單 全家有成交啦 有看到630嗎 這一定成交嘛對不對 好 成交完之後咧 11點45分的時候 我們就市價稍微獲利一半 我把先賺了先賺到手上來 另外一半要不要留倉 尾盤再說 所以你就會發現啊 那光是這個禮拜的指數 你看波動很大 欸我們的獲利啊 欸老實講已經300點了 我們不是亂做啊 穩穩蕩蕩的去賺 那當然這在指數的部分啊 如果說你有操作指數的 你再跟我們做聯繫啦 當然你現在比較擔心的就是說 啊老師那現在個股怎麼做 對不對 好剛剛我們就說了嘛 總共跌300點啊 300多點嘛 你看到所有老師裡面 就是把那個漲的股票全部唸一遍啊 唸一遍就跟你說我有啊 欸他說你想喔 這種盤到這個時間點 你認為 持股多是對還是不對 盤沒有很穩喔 那如果說今天每天漲的股票你都有 代表說你要買一堆啊 不是嗎 那像這種盤到現在為止啊 盤是走震盪嘛 又比較偏弱一點點嘛 你認為你要買一堆嗎 你想一下啦 更換我之前有跟他講啊 之間一路叫你做多了 每天都有標股的老師 上半年賠了4000多點 可是上半年我怎麼跟你說 1月11號我說恐怖第一季啊 3月20號我說更恐怖第二季啊 是不是 所以呢到了第三季的時候 我說他才有機會走攻擊 所以呢你全力做多的時間點是在第三季啊 可是你遇到這種盤怎麼搞的 好像漲的速度沒有很快 然後又稍微漲一漲又跌下來 漲一漲又在那邊跟你盤 所以我就跟他說嘛 現在有很多的因素去干擾這個盤 所以我說做法要怎麼做 盤越亂你要越穩啊 不要說盤越亂 然後呢每天漲的股票你都有 他說沒有你要賺你早賺了啦 這20多年以來我們在這次市場看到 一堆老師講法都這樣啊 所以我說如果真的都有賺 跌4000點你不會有融資斷頭啊 我有說錯嗎 那為什麼到這個時間點你一點都不開心 因為你都是這樣子做啊 哎呀那個老師好像今天講的比較強 去做看看 沒有啊講的說的跟做的不一樣 那我再換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也是一樣啊 你換幾個都一樣啊 所以我說當盤是不穩的時候 你要去思考誰能夠幫你的資金啊 去做規劃 那我說嘛盤越亂你要越穩啊 那我們的操作模式我就跟他講 富貴穩中求嘛 怎麼穩中求 這種盤可以買一堆股票嗎 我說我們的會員用盤還不是穩定的時候 我們就在維持個三檔左右的股票 而且這三檔股票我跟他講啊 我是要讓你做教 怎麼做教 我們直接來看嘛 像最近這種盤是啊 呼漲就是說指數指數震盪很大 但問題是比較偏弱嘛 那你會發現到怎麼搞的個股今天漲這個 明天漲那個後天又漲那個 所以每天一堆老師股票都不一樣 但是我跟他說啊 我們這波我們不要這麼做啦 因為很多變數嘛 你看看中國又封城了 現在明後天會搞什麼事情 我們都不知道啊 但是問題是目前從股價的趨勢來看 你上半年已經跌一大段了 你現在是談起來在那邊走整理 我說下禮拜是多空關鍵 只要美股下禮拜談起來 後半那個中下旬啊 是有機會上去的 可是你不要亂做啊 你要怎麼做這樣 之前我就跟他講啊 有低點的時候 有低點的時候 你就慢慢買嘛 是不是 所以8月11號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190附近買APP啊 那這類型的個股昨天不是衝上去嗎 是不是 我昨天衝上去 我說我們已經調一半就好啦 因為你買到低點 你沒有什麼好擔心的啊 是不是 不可能說你漲什麼股票你都有啦 你腦袋清醒一點啊 你有那麼多錢買那麼多股票嗎 那天老師買一堆股票你很高興嗎 哇好厲害喔我好高興 結果參加進去呢 沒有啊 不是這麼一回事啊 所以你乾脆穩穩蕩蕩來在低檔先買啊 是不是 再舉例來看嘛 當初跟你講過的天衣也是一樣嘛 同樣的時候呢 低檔我們先買嘛 那這類型的個股你就會發現到啊 你在這個地方低檔買完 到現在為止 雖然沒有大漲啊 可是問題是你成本很低啊 懂我意思嗎 持股不用太多嘛 穩定一點我們再去加碼嘛 沒有穩定 我們就先保持個基本持股大概三檔左右嘛 再舉例來講 當初跟你講過惠特嘛 有沒有 這類型的個股也是一樣啊 低檔買完之後呢 最近這幾天已經快過景線了 那如果說你整個盤勢呢 應該說啦 應該說下個禮拜啊 只要美股沒有什麼大跌 再出現反彈的話 我跟你講有些個股啊 它是有機會去突破景線 再往上攻的 問題是你要先把你的成本 先去做壓低 這就是我跟他講的 盤越亂 你要越穩 你跟著一堆老師在亂 那些亂的人呢 跌4000多點 他都沒有可以這樣子做 你覺得是對的嗎 所以有些操作或有些講法 對你是沒有幫助的 那當然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能夠給各位一個 不只穩當的操作啦 那整個盤勢呢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給各位一個 一個明確的分析啦 那當然今年的變數非常的大 我不敢說我們百分百也不可能啊 但是最起碼我們不離譜 所以呢 如果說到這個時間點 你發現到 哇怎麼搞得一堆老師都在亂做 然後呢每天漲的他都有 如果說這一套已經一二十年了 你已經看膩的話 我是建議各位 你不如去找一個穩當操作的老師 好不好 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們跟他講說 我們的持股大仗就在三檔左右嘛 那現在面臨到下個禮拜中秋節啊 中秋節我們就說 就說一個正常的模式好了 不就這樣說嗎 走個股表現啊 那中秋節後面有沒有機會漲 就看下個禮拜美股的變化嘛 那美股這地方 開始出現反彈喔 那等到中秋過後 這個盤勢呢 有機會開始在漲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有些個股你要準備好 我舉個例子來講 昨天我就有跟各位講一檔個股 我就說 有些股票到這個時間點 你都會發現啊 不管盤掌盤跌 他就在這裡啊 因為你盤還沒大動嘛 所以他就橫在這裡嘛 他也沒有讓你看到大跌 那這類型的個股你都會發現 這段期間裡面 買進的量 都比下跌的量多 這代表說有人在吃貨 有人在吃貨 那這類型的個股呢 當他一突破景線 他就開始衝一段了 所以有些好的股票 還在橫盤區間的時候 我是建議各位啊 你把你的持股呢 稍微調整一下 不用太多 好的股票你低檔就先買 好不好 那像這一檔啊 本益比只有13倍 我認為這是一檔 下一檔要低接 要攻擊的股票 那如果說 掌握不到股票 或持股有任何問題的 你再打電話進來做詢問 好不好 那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體驗價 那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持股我再幫你做處理 好不好 認同我們的方式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休息一下 大家回來 運達投雇 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 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雇、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好 歡迎來到現場 台北股市這禮拜比較偏弱 不過到了下個禮拜又遇到中秋節 我剛有跟大家分析過 下個禮拜是多空關鍵 是針對美股 美股只要下個禮拜出現反彈的話 我認為中秋節過後 台北股市的攻擊時間點 就會開始出現 整個理論架構 我們剛剛在上半段 都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你沒有仔細聽的話 你再去看一下 這個時間點我們的操作模式 指數的部分 我們這個禮拜賺了300點 個股的部分 有些個股已經衝上來 我們就稍微調一下 持股只有三檔左右 等穩定我們再進場去買 所以我們是富貴穩中秋 認同我們的模式 歡迎各位跟著一起來 體驗價 絕對不增加你的負擔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禮拜一見 拜拜 拜拜 本投物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